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由迪士尼推出的电影《挚友维尼》,让经典的小熊维尼、小猪、跳跳虎等人气角色进入真人世界,并由苏格兰男星一望迈奎格饰演维尼的人类好友克里斯多·弗洛宾中年版。 之前一直被戏称该片音维尼恐怕难在中国上映,没想到戏言成真,该片被只涉及政治因素在中国市场之之一,由于习近平外形经常被拿来和小熊维尼比较,让可爱的维尼在中国变成敏感话题,小熊维尼还一度成为微博禁剧,原因也是怕被拿来影射习近平。 根据外媒《好莱坞》报道者的报道,中国则以外片限额为由来解释无法上映原因。 Bow节目上周今夜秀的名嘴主持人约翰·奥利佛上个月也才因为谈习近平时,用了小熊维尼和习近平的照片,之后便在中国网络被消失,连Bow网站也因此被禁,因此该片无法在中国不上映一点也不让人意外。 智友维尼已在台上映。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《智友维尼》被指涉及政治因素遭中国禁应,迪士尼提供。